十二匹 十二匹 闭门一开了就较慢点流后的金枪威 前面有长驱 亦看到快鱼飞翔 在外面有大型仔 然后有明轻一号 里面还有袋袋平安守着好位 大外蓝有创能力看如何摄 后小小有看泰无敌 然后埋栏位有明轻一号 然后还有辉煌星 后面有五夜雪茄都放不下 前面长驱埋栏位 在二蝶位是快鱼飞 在外面还有一批创能力 不能摄到 后小小的马有袋袋平安 中间大型仔 然后还有看泰无敌 里面摄住位是辉煌星 后面是郭金精神 然后还有金枪威 走三四蝶 后面还有明轻一号 江山感寿 五夜雪茄 转直路弯的时候 长驱飞了三个马位 守着第二位是快鱼飞 不过走二蝶 里面的袋袋平安 最后三四个马位之后 有创能力 然后还有大型仔 然后走二三蝶上 江山感寿 里面上的是辉煌星 转正直路的时候 长驱都越大越顺 放来三个马位 追紧他 就有袋袋平安 这对马都飘开了后面的马 后小小追紧上来 还有辉煌星 外面就是江山感寿 到最后大约八两二百米的时候 长驱越走越有 看小孩就赢贏了 第二名也是袋袋平安 也是稳带 第三名似乎是辉煌星得到的 辉煌星 力压这个江山感寿 江山感寿始终升了上来 是差一点点 不过跑到第四都没得受 哇,长驱 你被他压放顺了怎么追 步步尺七 袋袋平安都有第二 这只 也是一只暗牌 事前看他 他就赚了内篮 觉得他长一点 但是他都叫跟得顺 跟得顺就OK 好了,反围就比较精彩 差第三名了 外面就是江山感寿 外面就是辉煌星 结果看下辉煌星就应该跑第三 辉煌星第三 辉煌星第三 轻松到不得了 进来直路都知道他真是赢了 第四就是江山感寿来的 长驱的跑法 他都不跟你慢慢来 自己走 越走越有 就是他上次也是这样 跟顺了一透出 你追不到 你看,进来直路 已经彈掉了 不过来 越跑越走的五夜雪家 另外明显一号 遠地不够烂 没办法 五夜雪家这两场都厉害了 完全你不會想起他,貴初可以贏兩邊 金昌威又沒辦法了,沿途蝕的,走第五 金昌威又沒辦法了,沿途蝕的,走第五 1.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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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